看看臨場了,大熱門有6號的歡樂滿堂,暴2.5倍 前熱門有3號的龍藤進馬,暴8倍 另外還有11號的突擊,暴9.1倍 諾菲方面有3號和7號 千八路程,都不用說大家搶位很重要的炮馬比翠原 在一部見到開邊的歡樂滿堂一路會側的,要側上來前面走的準備 中間帶有隻馬,其實比他快就是百姓大師 不過這裡先撐住,還有隻龍藤進馬頂住他 開邊我們見到星分才子,這次也跟得很前 現在10聲已經在開邊的第四位 然後見到開邊有一隻千里馬,都要望空了 近邊我們見到旺材好漢,塞了內蘭 在中間有一隻發寶 最後一些粉紅色衣服,就是紫荊 然後到灰馬,就突擊好異形 最後一些月姓豪程,好彩素,香港寶是包美的 早段的步速也不算慢,但是一搶位 大家坐好之後,當然會拖慢一點 前面見到寬鶴滿堂,就自己帶來了一個多馬位 首次在第二位,在開邊,他帶著一個黑色眼罩 走上來就是星分才子 慢慢走下去,第三位就是百姓大師 其實他將會有一點點,但待會沒有太平衡 撞壞了 開邊我們見到後面一個馬位,就是千里馬 然後在裡面,第五位的馬,紅紅的衣服 就是龍藤進馬 見到開邊,可能是步速慢 這隻月姓豪程都湧前了一點點了 在他前面的馬,我們見到還有法寶 旺財好漢 然後,紫荊 這次依然還留得很後 在他後面,還剛剛看到馬頭 那隻灰馬就是突擊 在後面還有不見的,就是香港寶 還有一隻好彩素 已經有時收停了 來到這裏,看到仍然是很兇容 看看時間先 去到第四段,只有25秒3 嘩,這隻寬浪滿堂 現在才開始拿下去騎 演藥走,那些暴頭還很硬 守著他第二位,就是一路沿途 吊著他那隻,就是百姓大師 後面的馬,似乎都不容易追 大邊大邊打,就是龍藤進馬 但騎內,不是很反應 內蘭都省了位,旺財好漢追上來 第一名就是這隻寬浪滿堂 第二名就是百姓大師 旺財好漢第三,第四就是後上的突擊 對於這隻熱透的大熱門 都不需要錦上添花了 你看看今天,拍部一出閘 根本都不像以往 嘩,折下去這樣 已經 才搶到出來 是很輕鬆地打了頭 百姓大師今天用一個 稍稍留的方法 對這隻寬浪滿堂更加大幫助 砌了幾步 都不是說,騎得很重要 好,一用那些自己 猛走,沿途很輕鬆地帶脫 你贏這些就是用一個班數去壓 也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跑法 如果百姓大師會快一點的話 那你寬浪滿堂可能 拍部以後要再做更多 那他時間這麼慢 那當然早前面 這隻寬浪滿堂 當然是贏得輕鬆的了 臨場拉出來都漂亮得不得了 怎麼看呢? 月姓豪程呢 這次是留著來跑 可能大家都不會想著 會不會走前一點 有沒有幫助呢? 不知道的 有到他發揮 現在你又不知道他的策略是怎樣 但他也是衝得不差 現在還在摸來摸去 相對如果你說 突擊就在他之前的終點 但突擊就有在裡面 很採數 不知中什麼 是受驚的 寬浪還是怎樣 不知道是否踩到堤 總之是閉了 你看一下就閉了一小時 說回到月姓豪程 突擊跟他 現在你說位置是否好虧 我又不覺得虧 少少而已 不是說一定 走這些位置 不是一定說很大的偏差 今天都有一兩隻 尤其試過披省慢的時候 有些這樣贏 不是一定的 都還有一個空間 給我再去更進月姓豪程 其他就是星雲才子 今天這一馬擺得這麼前 回來就沒有 我想是 可能是事前的 那個事集 他迫在前面 令到螞蟻 是 反而流不到 一早已經走到船前面 月姓豪程 又追回一點點 他又不是說沒有了